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巫瑋 今天站著開箱 好 今天要介紹的呢 是一個我本來不是很想要 花太多時間拍的新品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來 就是這個魔芋13階 好 為什麼我剛剛會這麼說 因為各位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開箱 應該有看到那個很大一顆 但是很好轉的那一個 就叫魔芋13階 它沒有特別的名字 好 那這個是魅龍13階 很小顆而且很輕 重量大約是630克 順便一起介紹 好 這是魅龍12階 這一顆是重量507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大小 魅龍12階的尺寸是 93.5mm 那13階的部分99.5 不到10公分大小 好 首先我們來看12階 它的軸距 你看其實是比較開比較鬆的 我實際在轉的時候也是一樣 它的阻力是比較小 比較軟 13階的話呢 感覺就是比12階 再硬 然後再清脆一點 而且它的軸距設定的也比較緊 所以雖然它們兩個同門 但是 實際轉起來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一個它們很大的差別 這是偶速階 這是激速階 一般印象我會覺得偶速階 不是應該要更緊一點嗎 來 顏色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個12階的顏色你看 有 有這個色差很大 色差看到沒有 有好幾個點 感覺就是它在走料的時候 不夠均勻有沒有 有點混到顏色的感覺 真的是 如果你之前有在關注 超高階市場的話 你會知道 X3階的定價真的是 很便宜啦 很便宜啦 這也是 魔魚是不想要賣 其他之前做的那些嗎 對啊 甚至我 拿在手上轉都可以 不要 不像之前的13階 必須得放在左上轉 而且它又是弧面 那這個 至少 美容系列的超高階都 盡量都做成方的 現在就我知道這個 有持續在超高階領域耕耘的 還有聖手 不過聖手的 開發的那個邏輯 我覺得是有點 拚了命的要做很小顆 所以聖手他們最近的 超高階都 小小一顆像蕾球有沒有 超小顆的 有機會我再拿出來 試轉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把聖手跟魔魚 或是黃龍那些 好轉的超高階筆的話 那個魅龍 13階就有點介於之間這樣子 它沒有像黃龍 超高階或是魔魚超高階 那麼好轉 可是它輕 然後很平順 很平順 這顆是比較鬆的 小心一點 好這偶數不能這樣子玩 嘿嘿嘿嘿 好 我一直不敢打亂它 我好怕 不過 就打亂吧 如果這兩顆比較的話 12階好轉一點 好轉蠻多的 感覺是有稍微磨合在潤滑過來 我想到拿這一顆如果要來轉單面翻轉 我應該會瘋掉吧 有沒有這樣感覺到嗎 是真的是蠻軟的 這顆比較不會 這顆比較不會 我現在從鏡頭看好漂亮喔 如果你喜歡玩花式的話 我覺得這一顆蠻好的 因為它又是方連 來做花式應該會 特別顯眼 還不錯勒 欸 我這邊做錯了 哎呀 這個過去 中間過去 OK啊這個我覺得也算不上開箱啦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兩顆這樣子 有興趣的話你就 就去找一下我們賣場的連結了 不過12階真的還蠻好轉的 轉了13階之後 發現12階其實真的很好轉 那這種好轉的超高階 你就要小心了嘛 是吧 因為它就 應該會有相對比較高的機會 是噴零件 好像 這幾天也有客人買一個9階 然後噴一支零件 忘不回去 跑去我們龜山求救這樣 OKOK OK OK